剛才講完一套不知什麼的規則 今次我們都講規則的一套作品 沒有遊戲 沒有什麼 遊戲人生 no game no lie 這套我在他動畫化之前 其實我一直有追他小說 其實幾歡樂 他跟問題宜那套東西有一點緊張 問題宜那套是因應故事而定一個遊戲規則出來 但這套就是他會有十條最大原則的規則之下 然後再去發指 根據這十條規則而去演化一些不同規則的遊戲出來 即是他這十條規則作為一個最大的準則 因為他最後的十條說到以上規則不會改 即是說作者不犯駁 即是十條規則不會去玩 理論上也不會 他要犯駁就離開這個世界去第二個世界去玩 故事其實就是講這個人類最強家被稱為空白的 廢人 這對兄妹 當然是廢人 四個人可以打1200人 其實我真的想不明白怎樣打 四個人 四個人 四個角色打1200人 正確來說是哥哥右手右腳是空白的 而很肯定的就是 肯定是這遊戲有問題 我首先不會覺得誰用不 肯定這遊戲的平衡是有問題 所以才能夠打1200人 其實我也是課金的 我課金的話我還沒見過你 是不是 其實 四個茅牆 或者他進了一個房間 那個房間只能用到五個人 但是四個人已經在裡面 每次千人就一條一條 很合理 我明白 其實四個人 他的腳跟控制的角色在對面插槽不做 即是連環殺手殺了1200人 連環1200人 他的謎之人物 其實他是另一個世界 異世界的神 進行了一場國際上棋比賽 然後贏了他之後 就受到這位神的邀請 去到這個異世界 又是邀請 異世界 的確是一個邀請 去到這個異世界裡面 他最少都徵信人 同不同意 你現在這個世界 如果有一個新世界 你會不會嘗試去玩 最少都是答覆 他有問他一個 在動畫裡面 他也有問 你覺得現在這個世界是怎樣 空是有回應 有回應他的 然後那位神 就跟他說 如果有一個世界 是由遊戲決定的話 你會覺得 然後主角就回答他 我們就是刪錯在這個世界裡面 他這樣就當是答對 答應了 其實他刪錯了 OK 好過那些Rosa Maiden 捲入不捲入 都不知道捲入什麼 不是 好過那些什麼 Dock Day Dock Day Dock Day 好一下一下 突然 你是不是覺得這樣 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 就捲入了這個世界 那個是水樹PV 不要騙我 然後跟著 在第一集裡面 跟著 一開始就 其實 其實那位 我覺得做得 不太好 因為 在動畫裡面 由那位神 很硬生生地 把那十條規則 讀出來 其實 那個處理法法 我覺得不太好 而 叫做 讀者 觀眾未必會消化得遲 先看前提 只要你實在十條規則 這十條規則 統治全世界 等於你上季 辯魔士 他每一條規則 去present給你 透過事件去說 你會有那個印象 但如果你就這樣 和我讀十條規則 我可能只記得 第一條和最後的 第二集 他才正式由一個 對決 和你實在 這個十條規則 是怎樣運作 還有辯魔士 他播出余告 那個規則 會在第幾條位 左右寫 那這邊 有了 好像沒有 有第二集 他實際會做一次 給你看 不是 第二集 是一個實淺 這十條規則 內容 來的 第一集 我們先打底 這個世界的規則 他先說多 其實他又不是實際 接觸到他 還沒開始遊戲 可以不用理會 這世界有什麼 都要以遊戲對決 打劫 搶你錢 都要以遊戲對決 就是這樣 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這個世界就 剛才有馬所說 空白來到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 所有的東西 都是由遊戲去決定 就是說 一個人的強弱 是由你玩遊戲的能力 去決定 一來到就遇到這件事 被三冊搶東西 搶東西 搶東西都是 那裏應該要三冊 說少少 然後應該說 然後就要跟他 很威逼他 很威逼他 說我們來一場遊戲 這樣 原作是 只要把三冊搶東西 可能不公平 怎樣都好 present那個遊戲 那個架構出來 其實那裏應該 動畫 其實我叫做兩集 其實兩集的內容來講 其實它 present它 不是真的去到這麼好的 不過你說叫做它的題材 其實是有少許 有少許 跟一些 因為本身 它很幻想世界式 其實是 所以其實你的 執著位可能 沒有那麼大 但其實的確是有問題的 在動畫來講 真的有問題的 然後跟著其實 最主要其實是 第二集內容 其實講的就是 啼牌 其實是最主要講的 這十條規則 怎樣去應用 即是可以出到千的 講了這個世界 究竟為什麼會 形成這樣 因為一開始就是 這個世界其實是處於戰戰之中的 眾神戰爭 然後跟著 有一個人 十四季 有一個人就跳回雙手 吃八分 然後打到最後 打到最後 打到個個都殘了 最後就走 但是我覺得很合理的戰術 厲害 聰明 然後跟著 他那句 尾刀戰術 他那句 然後 在那個神話裡面 就說 這位遊戲之神 就說 紫少他們還說你們是有智慧 然後就說 這個人類種的國家 開始一場就是 決定這個國家的 國王的一個比賽 前任國王的選領 比較遺憾就是 遊戲贏得到 就輸了 就是 集團拿到清楚 不是 其實那裏就是 男主角已經提到他 你對手出現遷 但是問題 你指出不了對手 對手出現遷 其實那十條規則裏面 其實我可以說 在原作裏面 你說這十條規則 其實這十條規則 其實是有很多 留白灰色地帶在裏面 我覺得是作者 刻意留出來的 因為不是 那不留哪有去玩 有很多可能會定得很嚴謹 你是要在那裏面 再走一些法律 但這十條規則其實是很鬆的 這十條規則其實是 就是這十條就是這十條 不會壓外是十七點一 不會走出來的 但這條規則其實是為了保障主角 因為主角沒有戰鬥能力 正常就是 因為全部人類組 基本上他們不夠前面 十幾個角度鬥 就是靠遊戲 這個可以和他們平衡 就是 因為他都說了 第二天他就說明 人類組是不懂魔法 當然這麽加戰鬥 你不會和獸人打 沒有人打贏 就靠遊戲去平衡這個戰鬥 等他在遊戲中 他贏出之後 有一個規約 超過魔法的規約 但這麽說的其實現在頭兩周裏面 其實真正進行的遊戲 其實說得最多的都是那場包剪特遊戲 包剪特 不要用包剪特了 多高手玩到 而那場的包剪特遊戲 其實開闊而言 只是規則殺 他不是在包剪特裏面 究竟計算了多少部 包剪特怎麼計算 老實說 那一期都沒有用 即是你說到你自己 可以掌握別人的心理狀態 你真是可以做到的 OK 但他這裏面 他講的其實是 走開始遊戲前的 訂立規則的灰色地帶 他只是展現就是 主角是一個老遷 老遷 老遷的天才 不是可以試破 所有對手的天術 這叫賭性 如果對比起我看了原作 其實原作都花了一定的篇幅去介紹 空和阿伯他們本身的能力 你看到這裏純粹很輕 大概就是 阿伯是一個天才 兩個都是天才 對 不同方面的天才 對 而阿 空就是 即是 他是一個廢人 然後帶他出路線很厲害 他不是兩個都廢人來的嗎 都是來的 都是來的 他說明了 兩個都是 不是日宅有富 貴在家 所以其實 其實我這樣說 動畫版給出來的感覺 其實是很曼韌的 是的 特別是那個羅莉 阿伯 即是人設 女角的設定 你看到的 這套東西 其實他用了一種 叫做什麼 用色 其實他為了遮蓋 其實經費真的很少 這套東西 其他畫方都是這樣的 他用人設有點像 大家可能未必認同 高彩版本的刀魚 我感覺有點像 刀魚的畫風不是這樣的 刀魚的畫風不是這樣的 我覺得 刀魚的眼睛也不是這樣的 所以 你說好野的 他現在給出來 會引起觀眾的興趣 就是 其實是 空和白他們之間的互動 再加上王女 巨魚王女 讓他們去試去玩 的橋段 現在他領著故事 實際上 其實 你說 他現在 動畫版裏面 描寫的 主題的內容 其實是未到達到位 他玩得多 他還要去 先寫這個 剛才提到的 十條街道法則 實際運作上 以及效用上 基本運作 其實最主要第二 就是 如何實踐這十條規 即基本運作 模式是怎樣 即基本世界 之後 十幾個種族 他們的介紹 前提 可以知道 世界一觀 和九十六規則 是最大的 之後的規則 如何魔法戰鬥 我主要說 他應該是以小說頭四本 去做這套動畫的內容 應該會是 因為我看OV的時候 我已經看到 應該是有第四卷的角色出來了 應該是頭四卷 因為我看到第五卷的角色 但本身這套小說已經是好 我不知道 好像日本是去到第六 第六還是第五 剛出完第五 其實是 第五 日本是第五 因為 作者 其實他是一個共馬馬家 其實他是一個 我覺得他是一個 但這套 其實是有他有趣的地方 去到之後 其實 可以期待 但是你 這套 其實不是去到 說 很講求 就是 智謀是怎樣去定規 反而他們 叫做 走遮面 可以這樣說 完全是走 走 規則裏面 走遮面 走遮面 去玩這個遊戲 那很合理 人類總是會用魔法 因為他講到用魔法 遊戲裡面 可以用魔法作弊 但人類不可以按招 魔法 即是你不敢說到他們作弊 就指出不到他們作弊 所以 要靠正面 我覺得很合理 平衡在角度 這個是 他故事裏面的走向 至少我看到 他第四卷裏面 他也是 抱著這個模式 去走 未去到 有什麼突然破格的東西 去出現 他破了這套遊戲 玩完了 他十階段破了 他覺得他的發展很平穩 有點悶 我覺得 所以他現在純粹靠一些 輕會互動和王女之間的 我就是最嚴不喜歡 那些東西 雜誼 先拿著你一點點 我反而是想他快點去玩遊戲 我也是 應該說 快點 在這個位置 其實他一開始那場 包剪打 其實你給不到那個 去描述主角有多厲害 因為是王女廢 太廢 太廢 這個本身就是 你對出來的感覺不同 所以你不會顯得 就是主角究竟有多強 這個會是一個問題 當然你說這套東西 很多人本身說看女 其實是說 當一套紋回去看的話 他領著的 其實他有他自己獨特的故事 在裡面 可以一看 但他成本 我覺得你不要奇妥一些畫質 其實這套的畫質 其實真的有些 有些 有些 反而我們在這套 反而我們在這套 著重 遊戲的怎樣 就不像 問題二 那樣 反而我想看這件事 問題二那種 其實他是 根據他需要的劇情 而去 創造一個 相應的遊戲 其實Logan Mobile 他都會類似的 不過 那個遊戲內容的 決定 因為他 十條裡面就是說 是被挑戰方去決定 遊戲內容的 其實這套會創造到 主動方不利的條件裡面 其實 有一個平衡 即是你主動挑戰人 但以別人擅長的遊戲 來做一個對戰 好像有一個平衡 就不是一面倒 尤其是你問題二 其實有了 《劣等生》那種 就是匯尊 他實在太厲害了 他實在 他是一個 智力點爆能力點爆的人 你玩什麼遊戲 你都會輸給他 只要不是劇情 需要為了創造假的危機 而令到他 突然之間處於劣勢 基本上你知道 沒有人能夠贏到他 這件事已經是很嚴重的問題 但其實現在 男主角可能也有機會有這種問題 他會不會都是一個不敗的存在 很高強的存在 其實這裏 其實這裏 已經設定了這兩兄會 各自有擅長的能力 他們加起來 才是等於最強 換言之 你只要能夠揀開他們 他們就不是最強 他們就廢柴了 揀開之後 你知道揀開裡面 其實你是不需要玩的 寶莫其實我覺得做得很刺激眼球 踢了出房之後 那一刻是很合理的 你覺得這些橋段 在這類型的作品裏面 是很常見 而突然之間 給你那個 result的反應 是有些 挺有趣的 實際上 劇情上 都可以用這個危機 做一些危機 而這類 在第二類型 已經 presented 就是有魔法 有就是說 這群主角沒有的能力 去涉及到的東西 他們是需要去挑戰 就是主角 在玩遊戲方面很強 應該說 單純去玩遊戲方面 你可能知道 他一定是無敵的了 但是就說 在這個階段 有超越這些 所謂一般玩遊戲的方法 其實某程度上 主角不是最強 講到人類 不可以用魔法 沒有這個媒露 斷絕了主角之後 可以用魔法變強 所以說 它不同 就是 你等身或者是問題2 那種就是 你覺得主角 是 厲害到就是 它是無可能再厲害 或者是 這個故事裏面 是無可能有人超越到他們 那樣東西 你這裏就是 它要創造了 主角的一些特性 的一些缺陷出來 這個就是 其實正正就是 這些所謂叫做 看始無敵 但其實它有去相應的弱點的故事 等同於右手歌一樣 右手歌 右手歌也是一樣 你只要在他左手面前 或者在他嘴炮不算 他能力設定裏沒有嘴炮這個能力 在他右手面前任何能力都沒有人在他的手 但只限在他右手面前 你打他左手的話 他會捱痛 你錯了 是遠距離攻擊他 是沒有什麼用的 間接的 間接的遠距離攻擊 很多時候就是這些作品 你設定一個相應無敵的能力 給他你都要設定 那個角色其實 他的能力的極限 和他所有擁有的限制 不是一個沒有限制的存在 因為一個沒有限制的存在 那個角色就不立體 以及你 如果那個是 敵方角色都還好 那個是主角的話 是 讀者或者觀眾 是不能夠代入這種角色 當然是 沒有下限的 沒有下限的 那怎麼辦呢 那這套 我可以說是值得期待的 因為我看完小說來說 我都覺得這套 其實是值得一看 因為在《奇光》的作品 是不差的 暫時比較難糾同 這套就到這 那我們去下一套 我看完